在聊安倍之前 咱们得先介绍一下日本的近代改良运动 大家都知道 现代日本的历史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 虽然听起来有一种推翻旧社会的既视感 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刺激 日本的整体格局并没有怎么变 在明治维新前 日本的权力中心被两个大番的家族把持 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日本为藩伐政府 就是两个县级地区的家族 垄断了政府中的高端职位 他们把天皇当摆将 国家的实际控制权 完全在这些世家大族手里 后来几个幕府大佬联合起来 灭掉了德川幕府 然后就和天皇形成了新组合 有点类似集团公司的管理模式 天皇是董事长 幕府大佬和新一代的政治家 轮流担任总经理 一同管理日本 为了巩固权力 这些豪门相互联姻 同时又拉拢财阀大佬进入合金圈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几大家族盘根错节 早就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利益网 也就是如今常说的门阀政治 像安倍他老爷安心介是首相 他叔叔佐藤荣也是首相 他爹安倍金太郎 如果不是突然死了 大概率也会是日本首相 还有咱们比较熟悉的那个大嘴 麻省太郎 整整六代人 一直盘踞在日本政府高层 可以说 日本政府长期被五大家族把持 自民党里三百多个席位 其中一半被这些家族控制 剩下的要不是远方亲戚 就是生意上的伙伴 总之 日本政府就是个家族企业 从明治维新一直到现在 中间还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 两次经济大衰退 但日本的整体格局 基本就没有变过 充其量也就是换个脸生的撑撑场面 但背后仍是那几个家族在操盘 这就造成一个既温柔又残酷的现实 日本的社会结构出奇的稳 在日本 随便一家店可以开了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父亲做厨师 儿子帮厨 等父亲干不动了 儿子就子征父业接着干 还有什么天父罗大神 寿司大神 都是一件极为简单的工作 干了几十年 九十多岁了还在干 不想封神都难 但问题是 年轻人混到中年还在打下手 哪还有什么进步空间 这就是所谓的存量博弈 严重内卷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 别说屌丝逆袭的概率极低 就是有制青年也攀爬无望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日本陷入经济大衰退 日本人说那是失去的十年 可十年熬过去 日本的经济还在衰退 现在又说是失去的二十年 如今的日本社会崇尚 极简主义和断舍离 对大房子和奢侈品毫无兴趣 表面上看 是日本的生活理念变了 但其实是钱包里的钱少了 当余额支撑不起购物车的时候 也只能换个活法了 只不过日本人要强 硬是把穷说成了一种生活态度 日本社会学家管这种现象 叫下流社会 大家可别误会 这个下流不是说日本人 而是形容日本各个阶层都在往下流 重产被挤压 富于家庭的数量越来越少 而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 前几年 安倍为了刺激日本经济 搞了一个安倍经济学 大家一听好像觉得安倍很有内涵 但其实他的这个经济学一点也不复杂 简单说就是超发货币搞基建 每年向市场增发2%的货币 至于未来会发生啥 那就全交给市场了 从最初几年的情况来看 安倍的货币政策 有效地解决了日本的通缩问题 也没有引发通胀 楼市和股市也有了明显起色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安倍的经济学也不起作用了 最近两年日本人也不提什么安倍的经济学了 几波疫情下来 日本的经济遭受重创 为了刺激市场 日本政府加班印钞 硬是推高了股市和楼市 但日本老百姓的收入却没怎么增长 从2012年到2020年 名义上工资涨了1.2% 但日本家庭的平均财富 却缩水了3.5% 只有大约10%的富人 财富得到了明显增长 像日本这样无娱无求的国家 印钱注水这种常规疗法 已经起不到太大作用了 反而还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社会的不安因子 也就开始迅速扩散 虽然在日本 暗杀首相是传统 但一个前首相在街头被杀 这确实让人震撼 嫌疑人自称 就是因为对安倍不满 所以想杀了他 这或许是个个案 但却折热出日本社会 已经出现了大问题 首先就是这个国家的内部极度撕裂 社会极端思想又死灰复燃 大家要知道 除了社会经济问题外 修宪强军 重回帝国主义道路是主流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不仅对亚洲国家是个安全威胁 同时也把日本置于危险的境地 在很多日本老百姓心中 蘑菇云的阴霾并没有散去 重复历史就意味着 再次被打国教育 也正是因为如此 日本内部的分歧非常大 修宪一直是日本政治的敏感话题 也是日本政治分裂的一个标示 反映到社会层面 就是思维混乱和过度撕裂 在对外关系上 日本表现的非常强势 虽然有利于推动修宪扩军 但对日本的经济一点好处也没有 甚至直接打击日本经济 如今的日本经济 已经不是失去的20年了 而是整个经济基础出现了问题 比如货币持续贬值 今年一下子跌掉了25% 而且贸易也开始疲软 日本现在的情况是 不加息就是慢慢死 加息就是快点死 曾经引以为傲的日本制造 也被中国取代 整个国家产业也陷入结构性困境 日本政府的应对策略就是放弃治疗 因为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 如果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 剩下的也只有等死 原本日本人就非常激进 社会又一滩死水 当右翼势力做大 国家经济又陷入困境的时候 日本社会的撕裂程度就被无情放大了 刺杀安倍也许只是个影子 日本社会的混乱才刚刚开始 在这边